驚喜龐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介紹另外下個美女好辣醫師團 一併溝通 偶爾會產生誤解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情況竟讓醫師們都哭笑不得呢 好辣軍團們又曾遇過哪些狀況呢 持班腳步 理師夏宇童 夏宇童 夏宇童 想像我們去醫院的時候 住院的時候是不是醫生都會給 患者一些就是醫療的指示 但這個時候如果聽到醫生就是說 要記得禁食 請問是哪一個禁呢 是這個禁 還是這個禁 應該是看有 開完刀之後 是不是很困難 如果他說你要記得要禁食 醫師應該會交代清楚 是嗎 對啦 對 醫病之間常常有誤會溝通是覺得 因為他對很多病人 可是病人都對他一個 對 來 這是什麼情形 病人行徑讓人哭笑不得了 我們來看一下 對話有聽沒有懂 誤會一場鬧笑話 大概30年前兩岸開始開放的時候 剛開始很多台幹回來 可是量還不是很多 所以很多醫生還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話 那有一個前輩醫師就是跟我說 他有一次碰到一個台灣去的女生 也是一個幹部回來 他一直說他肚子不舒服 他突然跟他說醫生 這我跟在上海人流有關嗎 他醫生說 你講重點好不好 你還金流物流 什麼人流 人流 這跟病人有什麼關係 對啊 他病人想說奇怪 怎麼會沒關係 是人工流產 他醫生說 人工流產叫人流 對 他們那個就是計畫生意 他們到處都 開刀房之外都另外在設一個 專門做人工流產的中心 因為量太大 所以那個 他們都叫人流氏 他那時候去哪裡 他說那個醫生 他那算人流氏 我剛剛那邊聽得滿可怕 萬一走錯地方 本來要生小孩了 走到人流去就被弄掉 真的 好可怕 可是我覺得真的那一些 真的有一些差別 我們之前風思過敏科 在那邊叫做變態學 變態 變態反應科 叫變態反應科 對 我們去那邊開會了說 讓我們歡迎來自台灣的 變態學成為 對 真的滿變態的 除了我們講說醫病關係 真的要靠 溝通靠解釋 可是我現在還蠻擔心一件事 我們現在的年輕醫師 大部分不會講台語 那我是奉勸 你如果要走內科系的 台語一定要弄清楚 不然會造成很多誤會 我那時候我是腎臟科總醫師 那有一天那個 胸腔科有一個集會診 有一個慢性阻塞性肺炎 在那邊喘著阿公 然後收到胸腔科 那後來他為什麼 因為他收住院之後 發現他腎臟不好 而且大量的蛋白藥 那就請我是腫醫師 我就過去會診 那會診我覺得這個有必要 要做個腎臟切片 你知道什麼叫腎臟切片 就是我們會用超音波 然後看到腎臟用一根很長的針 去給它戳一下 然後拿到去顯微鏡底下 看你的生絲球到底哪裡出問題 那我就跟那個住院醫師講 因為那個住院醫師我帶過 我覺得他很Smart 很厲害 就說這個任務交給你了 我不帶在你跟他解釋一下 要做腎臟切片 然後簽個同意書 那結果到那天要做的時候 那個護理站就打電話來說 總醫師你們過來解釋一下 他說阿公 家屬鬧 還有住院醫師也在那邊鬧成一團 那不知道怎麼解釋 然後我就過去 我過去一下發現 因為我那個學弟是 巧申本來台語了 阿公在生什麼氣 阿公說我油脂就不好 你要把我油脂切掉 就把我切掉去 不是叫我洗油脂 我後來解釋說阿公不是 要把油脂用一根針 這樣把它塗一下而已 因為就好了 沒問題 所以那個阿公叫他 原來這麼簡單 阿公終於同意 所以洪醫師台語教學 腎臟切片 腎臟切片就是油脂切片 腎臟切掉 就是油脂切掉 腰臟切開 就是油脂切片 然後大家一定要聽清楚 那我從來講 叫我洗油脂 前陣子有一個患者是這樣 大概四十多歲一個男生 那有一次來看診 那他就跟我說 我說今天怎麼樣不舒服 他就跟我說 醫生我最近工作很累 特別特別累 因為他本身就勞力工作 他在做那個薄油鋪舍的 那我看他的那個口音跟樣子 我就說你是原住民 他說他原住民 他說那除了覺得人很累 之後還有什麼不舒服 他就比自己的胸口 我昨天說這裡就感覺 就感覺很快樂這樣 很快樂很好 這裡很快樂什麼不好 我就說就很快樂 就很快樂 那我就開始慢慢問 問到最後就說 他的很快樂 他的心跳 蹦蹦蹦蹦蹦蹦蹦跳得很快 所以很快樂 其實就是心計 那我就看 因為你在心計 說好 那我再繼續往下問 後來診斷診斷 知道他是一個 所以他就是很累 那所以就手抖 會心計體重直下下 然後就控制 控制之後 等到搖動性功能穩定起來之後 就比較沒有那麼快樂了 後來才知道說 原住民的話 他們共同的語言就是這樣子 像他有時候原住民講說 我這裡就很熱鬧 很熱鬧 真的耶 我這裡很平凡 他覺得手痛 刺痛 他會說 好像有螞蟻在這邊開派對 這樣翻譯那個邏輯 就是要說 原來他講了這個 這裡快樂快樂的 就是他就聽到不斷 不斷 那會不會老人家 老人家比較會是 這個研究長一點的 比較會是 但之前有一個是跟醫生說 醫生 我覺得我這裡 毛毛的 他說毛毛的 這就難了 聽起來也毛毛的 像有一次我出外景 然後我們就是開了很久 怎麼都還沒有到目的地 就看到就路上 就是我們族的 就是一個長輩 我就問他說 那家店是不是快到 他就這樣 很近 好 我們就繼續開 然後我到了地方 我就跟那個老闆講 我就說 我們剛剛碰到一個長輩 說什麼很近 他說他是怎麼講 他就說 他是形容很近 不是很近 如果是很近 真的要講 真的要講 很近 就是他腦袋還有小那個話 很近 這樣子 就真的要講 很遠 那就真的 很遠 我曾經就是有照顧過 一個爺爺 那這爺爺他是一個 失智症的爺爺 然後也是長期臥床的 那通常長期臥床的話 大部分都會有那個鼻尾管 那很特別 他是還可以從嘴巴吃東西 他其實還是算有點清楚 還可以跟他溝通 那有一次他奶是因為 發燒 咳嗽 然後有痰這樣子 他旁邊有個他兒子在照顧他的 然後我就幫他發藥 發過 我就跟他說 這個藥比較特別 這個藥是化痰的 那他要泡在血裡面 融化之後再給爺爺喝掉 然後那個兒子就說 好 我知道 因為都是我在照顧 我很懂 我很懂這樣子 好 我就把剩下的藥都給他了 那後來 我把其他的病人都發完藥 來量完血壓了之後 然後我就聽到 那個家屬很慌張地跑過來跟我說 護理師 護理師 我爸爸怪怪的 我就很慌張地跟著跑過去看 我就看到爺爺居然在口吐白目 我整個嚇到 我想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過去看 可是爺爺還是可以跟我講話 還是可以稍微回應 都是正常的 然後血涯都沒問題 後來問一下家屬家屬才跟我說 我剛才在餵飯 我只餵到一半 突然間爺爺就口吐白目這樣子 我想說餵個飯怎麼會口吐白目 原來他把剛剛的所有的藥都 加在稀飯裡面 然後餵給爺爺吃 他那個藥是發泡定 然後他需要很多水分 他稀飯又那麼少 所以他就把那個藥放在裡面之後 然後變位 像洗衣粉一樣在發泡 就很像那個魚市場賣那個螃蟹 在土泡泡這樣子 那個比較像整人節目 對啊 我說一下剛剛那個 就是語言上的那種 我就聽過一個是真實的笑話 就是真的 然後就是住院 然後你知道很多阿嬤 阿公 其實他們聽不懂國語 他是可能就是講台語這樣子 但是阿嬤就喘不過氣 然後後來那個護理師就來 然後護理師又不會講台語 就是真的就整個完蛋 他就說 阿嬤 阿嬤 你的氧氣罩 然後他就講說 然後我再補充一個就是 我自己本身就是 因為到了一定的年紀 其實就會有擔心三高的問題 然後這一次 我就是做那個健康檢查的時候 我特別加做那個 然後景棟麥超音波 後來就照出來就是說 那個顧小姐 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的景棟麥上面 就是照出來 有一點點 然後我想說 斑塊 就堵塞了 感覺好像是那種 就是牆壁上的斑塊會 有時候可能會掉下來 那我就會擔心 它掉下來之後 就阻塞 阻塞之後 有可能就會 我那一陣子就真的很像 就是落枕 就是我看別人 我都不太敢 扭太大的動作 很擔心 對 然後有一天晚上 我就突然覺得 怎麼... 就是已經睡著了 覺得胸口好悶... 就好悶 然後就剛好是壓在這一塊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麼的不舒服 真的就像剛剛那個 朱鑫姐講的 就是怎麼覺得毛毛的 你知道嗎 然後一醒來就覺得 毛毛的... 我們家的貓 我們家的貓 他就睡在這個地方 然後汗裡起來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睡覺的時候會 胸口會悶 然後我就想說 死定了... 然後我又叫不出聲音 就一副就好像感覺被鬼壓 然後還是中風的前兆 你知道嗎 我好緊張 結果後來一看 然後我們家那隻貓這樣 然後他頭就這樣 第一次來鬧場 不是 演示就是分享 其實我覺得依靈之間溝通 真的是 滿多笑話的 像我們之前整形外科的 男醫師 就是在諮詢的時候 跟病人互動 就發生過一件事情 我們諮詢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越南籍的外籍配偶 他來台灣沒有很久 所以中文也不算是很流利 或者是會帶一點點腔調這樣子 他就想要來說 先諮詢一下他的雙眼皮 然後鼻子想要隆鼻這樣 在諮詢的時候 我們醫生就講得很詳細 你這個眼皮怎麼樣 要不要做提炎檢基 怎樣怎樣 然後還畫圖給他看 怕他不懂 鼻子怎樣 你要用什麼什麼什麼 他講完的時候 那越南籍的這個外籍配偶就點點頭 醫生你講我懂 我對你很有 然後我們那個醫生性能感 他就問他隔壁的護理師說 他剛剛是說性能感嗎 不是 我到底剛剛講錯 讓他誤會什麼 那個病人又繼續講 他不知道他講話 有可能就是他覺得 他講得很清楚 說我覺得你講很好 我不信念別的醫生 我信念你 我對你有性能感 然後他說 信念你 想說等一下被我打 對 亂講什麼這樣子 都還沒怎麼樣的性能感 對啊 怎麼能夠看 看長相就知道 對 那我自己在皮膚科門診 也遇到過 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溝通誤會 有一次我們人來一個 二十幾歲年 年輕男病人 出診病人掛號 然後就是車禍這樣子 那一進來坐下來 我們就會說 他就說 今天看什麼 然後這病人就說 醫生我車禍 我說好 在哪裡 他就說 在前面南京復興路 在南京復興路 不管你在那邊 在拍北的事情 還要辦南京復興路 可是你沒有問清楚的 在哪 在哪 你當警局 好 那你傷口拉起來這樣 在小腿 那我們傷口要看不方便 那我們旁邊 這個跟診的人員就會說 他就很愛講台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四個年前 他就跟他說 然後病人就說 然後那個病人就說 他是說 然後腳講得不清楚 腳有的 對 腳翹起來 然後翹起來以後 我就說好 來 清一清 然後那病人說 這麼髒還要清 我說是清潔的清 不是給他清的清 那病人真的是完全來鬧的 然後我們就拿那個棉棒在那邊 剛剛我講說 怎麼那麼容易讓他誤會 很歡樂的一個現場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就幫他傷口清一清 然後我就說 那你這有點 看起來比較髒的傷口 我們要吃藥 擦藥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下禮拜二有空嗎 那因為我開七天的藥 我要確定他能不能回整 那病人就突然看我一眼說 幹嘛 我說我約你出去幹嘛 我叫你回整 所以後來我都怕病人誤會 我就會說 下禮拜二回整可以嗎 真的很容易誤會 你現在就知道 一定是他在鬧 這個是純鬧的 我覺得 不知道是 這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 因為醫療的用語 是你們自己的習慣 可是在病患看起來 就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有一次有一個病患 他就是憂心忡忡的跟他的醫生說 醫生你為什麼要放棄我媽媽的腳 他說我為什麼要放棄你媽媽的腳 他說我沒有要放棄治療 因為他的媽媽就是有糖尿病 然後就是腳有肺癌 他住進醫院 然後他就說 我們現在已經打了抗生素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都在討論 到底是不是要接血管來處理問題 你還是真的不行要部分的截肺癌 這都在討論 他說那可是你去看你們病房 就是寫不治療了 後來就發現 因為他的病床前面 寫的叫做 禁止的禁 真的就是你剛才那個禁止的禁 雙腳禁治療不就是不治療嗎 他就說誤會大了 比如說有些乳癌患者好了 我可能因為要做化療 我會放什麼人工血管 那可能就建議說 如果你要量血壓要做什麼 盡量不要在這一隻手 就換別手 所以他可能就會寫說 右手禁治療 所以雙腳禁治療的意思是說 他現在腳的狀況不是很強 盡量不要在這邊做任何的事情 如果有什麼處置在別的地方做 不是要放棄他的腳 可是他就這樣寫 我們一般人是不是覺得說這麼多對不對 還禁止人家治療 禁止別人 人性的禁止 比如說那個洗腎的樓管 那隻手就不能量血壓 不能打針 因為怕把那個樓管打掉 所以我們會寫左手禁治療 右手禁治療 我們進入學懂了 原來是 都不曉得 然後像我們之前 就遇過一個40歲的男生 然後他是左胸口痛 那來的時候 做了很多檢查之後 發現他其實不是心肌梗塞 他其實是 他氣胸的範圍還不小 所以我們需要 把他那個氣引出來 那我那時候就跟護理師說 那他等一下左邊要放一個 就pictail 就豬尾巴這樣子 結果病患 後來他就說 醫生我真的一定要放嗎 我說你這個氣胸範圍還不小 怕到時候太大 會變成長力型氣胸 會有生命危險 他說 可是你們這個是 我說 我們這個導管 本來就是無菌的 他說 可是你這是豬尾巴 pictail不是豬尾巴 我說 因為pictail其實英文翻成中文 就是豬尾巴 可是它其實是無菌的 它是一個塑膠的無菌 只是它是捲起來 它放進去之後要捲起來 看起來就像一個豬尾巴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的豬尾巴是動物的豬尾巴 對不對 我們這個不是 我們這個只是 然後聽了之後 他才願意簽同意數 因為他一直很擔心說 我放一個豬尾巴 我這樣 不是 你們還說 醫生你不要以為 你講英文 我就會知道你不要放英文 我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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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他還問說 這個有沒有 來 接下來看第二項 病患行為被誤會 狀況讓人啼笑皆非 我之前有一次門診 看到很晚的時候 有一個出診病人 然後門一打開 其實我就有一點嚇到 那個小孩子已經四年級 就是很大了 然後是爸爸把他抱進來 放到我的椅子上了 那因為是出診病人 我們腦袋裡面 就會稍微設想一下 這是什麼狀況 我其實腦袋裡面 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過度溺愛的爸爸 跟一個不體貼的孩子 都已經這麼大了 還需要爸爸抱進來 坐在椅子上 好 那我就看診過程 都一切照常 然後出診單也看了 它上面都沒有寫什麼疾病 好 OK 好不容易看完了 爸爸先走出去 小朋友還坐著 然後我就說 外面爸爸先走 你要走 結果我就看到那個小朋友這樣 就是很難受的走起來 然後而且他往外面走的時候 還腳一拐一拐 我心裡面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 我剛剛都覺得 你不夠體貼過度溺愛 現在才發現 然後我就想說 趕快再回來 再回來一下 我就開始又多幫他做了一些 神經理學的檢查 我想說 我剛剛都是想說 你是感冒而已 或者什麼腸胃炎而已 你如果已經有一些慢性疾病 或是以前有什麼病 多檢查的項目就比較多 而且我都覺得 這個爸爸其實很辛苦 好 檢查完 其實爸爸就在旁邊說 陳醫師 你是覺得有什麼問題嗎 我就 只好我一晚跟爸爸說 爸爸 你知道我們小兒科醫生 總是比較雞婆一點 你不要介意 這小朋友那個小兒麻痺 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爸爸他說 那我小兒麻痺 沒有小兒麻痺 我說 可是他剛剛站起來很辛苦 一拐一拐的要走出去 你看太慢了 他在外面睡著了 起來就是 所以一開始完全麻不能走 他爸爸抱他進來做 他後來看完之後 他爸爸覺得 所以爸爸先走 他就一拐一拐的走出去 所以我後來幸好 爸爸沒有怪我 他覺得這個醫生 觀察很仔細 很體貼 你是怪我吧 你是怪我 那病人太多 生日太好 我自己就是常有生病的經驗 我大概五年前 有一次生帶使用過度 因為我們門診就講很多話 然後又用力不對 所以我一次 那我去看耳鼻喉科醫生 他就開類固醇給我 然後叫我一個禮拜 盡量不要講話 最好不要講話 不然以後就生帶會永遠受傷 那五六年前我小孩還小 大概三四歲 那我們就是下診的時候 就會帶小孩去什麼親子館 那種要付費的 就是帶他們進去玩 那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是要手寫 已經寫 我就寫 就是一進去 然後我就不講話 我就寫 用筆寫這樣子 然後我就給那個店員看 然後店員本來說 歡迎光臨 然後看到我寫一個字條 OK嗎 手裡模式 然後我就傻眼 然後我就再寫一個給他 那他以為我聽不到 所以常常我們會直接誤會 人家寫字就是他聽不到 其實這兩個沒有完全相等 有時候是真的 有可能剛好開刀 對 身帶水腫這樣 有時候 病患的一些行為 其實也會很容易讓人家誤會 我之前就遇過一個60歲的伯伯 然後他就掛號 掛號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那邊摸他的 該屏下體那邊 然後護理師就拿病例進來 他就說 這伯伯感覺好像有點 變態變態的 對 然後護理師就問他 哪裡不舒服 他說我下面很不舒服 他說他一直在那邊 很猥褻的笑 然後在那邊 嗯啊 嗯啊 這樣子 然後簡單被他看得很不舒服 然後後來我就叫他進來 我叫他進來 我就說伯伯 你怎麼樣不舒服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我下體很重 很脹 我就想說 你跟我是炫耀嗎 一進來就跟我說 我下體很脹 很大 然後後來還是 本著專業就說 你下體很脹 很大 什麼時候開始脹起來 他說就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吃一吃飯就突然脹起來 然後我就去幫他檢查 結果我發現 他下體真的脹得跟一個 應該有一個小排球 還不到排球那麼大 就比棒球再大一點點 比排球再小一點 然後他有 因為他善氣 他那個掉到音囊裡面 他那個小腸整個掉到音囊裡面 所以他下體真的很脹很大 他是沒有說謊 他真的很脹很大 可是伯伯因為他 所以他在檢上一直在那邊摸 然後他就發出那個聲音 聲音 嗯啊 就讓人家就覺得 這個有點怪怪的這樣 後來就趕快匯成泌尿科 去幫他開刀 還好他那個腸子卡進去之後 血流還好 所以他只有補那個腹骨垢的膳氣 把它補起來 那腸子並沒有說黑掉切掉 我分享一個故事 洗腎室的床位 你知道洗腎室 他們暫時躺在那邊四個小時 那這樣台北寸土寸 所以都很近 阿公阿嬤大部分沒問題 就會聊聊天 那可是最怕那個年輕的女生 那天有一個三幾歲的年輕女生 他是新到我那邊洗腎的 那我們床位很擠了 他那一天來是第二次 第一次洗 那第二次他就跟護理長說 護理長我要換床 然後護理長說為什麼要換床 他說隔壁那個阿公 一直盯著我看 然後用 他如果看另外一邊都 一直看我這邊 然後用一個很猥褻的動作 他在前後挪動 然後護理長百思不得其解 就說後來護理長說 因為那個阿公已經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 應該是全馬 對 他說 可是他為什麼一直看那邊 因為他手打這邊 他打針打那邊 他不敢壓這一邊 所以他一直看這邊 可是他無法解釋 為什麼會前後挪移那個動作 他就說 因為我們床位也很擠 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你暫時今天還是這個床 你如果有遇到同樣狀況 你跟我們護理師講 我們護理師來處理一下 那果然那個護理師在 在洗了一個小時之後 那個女生就跟那個護理師說 你看看 阿公又在做那個 前後挪移的動作 然後那個護理師也很生氣 他真的 因為我們蓋著棉被 手蓋著棉被 那護理師很生氣 就把他棉被給掀開來 掀開來一下發現 阿公因為這邊有那個 手很癢 他就是在 因為他穿的是牛仔褲 牛仔褲 他很癢 他怎麼蓋在被子上 可是他突然就把人家掀開來了 就說阿公 阿公 你掀開 找台階下 轉得真好 他剛剛講 我先講 我覺得剛剛你說那個不能走 讓我想到一個 有些病況他真的很衰 他的病況真的容易讓人家誤解 之前有一個女生就說 他因為生了一個比較特別的疾病 然後他平常出門 就是他都需要用輪椅代步 但有一次他就輪椅 就是下車之後把輪椅拿下來 然後坐上去之後 就到那個公園的洗手間 他要上廁所 然後他就是廁所 他門口他就輪椅進不下去 他就把輪椅放好之後 他就走下輪椅 然後走進去廁所 走進廁所後 他就開始聽到外面有人 在那邊洗洗洗洗 在那邊討論說 那個人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要停 身障車位 還是要幹嘛 居然明明會走路 還坐輪椅 就假身障 這樣就走進去 對 走進去 這奇怪 後來發現你知道嗎 他的病是因為 他有一個很罕見的 叫做 就是他的肺動脈的壓力非常高 所以導致他心臟 又用很大的力氣 他自己才能把血擠過去 那長此以往 他又發現了很晚 所以他就已經 有點 所以他幾乎是走不到幾公尺 他病最嚴重的時候 他最遠只能走六公尺 就喘 就會喘到他沒有辦法走 甚至整個臉會黑起來 因為他嚴重的缺 他沒有辦法 所以他 以前幾乎沒有治療的方法 最近幾年後來開始有 藍色小藥丸 是可以出行 可是他們這種原發型的 很嚴重的 要另外用打針的 是別的針疾 他說 甚至以前 因為他幾乎不能走 然後每天他兒子 都會下來買便當 順便買媽媽的便當上樓 樓下都覺得他額虐 都想說 那個媽媽自己都 那麼小的小孩 每次還要幫媽媽買便當 這個媽媽是怎樣 都不知道 因為人看給他好好 所以這個我覺得 那好辛苦 對 那有些是 這個是因為他的外觀 我覺得有一個也是 屬於那個因為工作 甚至影響到他的職業 之前有一個客運司機 那客運司機你知道 現在人都很 然後他就是 一天到晚都接客訴 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你們那個司機 他是每天都在兇什麼 就上車他去瞪人 一直瞪人 我只是動作慢一點 就一直瞪 就是不停地被客訴 或者客運司機的老闆 就說這樣好了 你還是轉內勤好了 因為你好像真的 人家太常客訴 他就覺得 他不只是開車被客訴 他有時候莫名其妙 去外面喝酒 吃熱潮 然後 什麼 就是常常被人家挑釁 你知道嗎 所以他有這個個性嗎 就是他在想說 是個性還是長相 長得太兇 壞翻不是 因為他有甲狀線的問題 慢慢慢慢的 他那個眼睛有點外翻 然後眼睛又斜 加上他的臉手 看起來就跟人家洗 這樣 所以隨時這樣洗 是一種病罩的關係 對 是那個病罩 然後慢慢越來越明顯 後來就是人家跟他說 你要去看醫生 去看醫生之後才發現 根本就是疾病 然後比較初期 慢慢也有回來 真的會影響到他的工作 對 還因為這樣被掉內心 找助理也不敢找他 對啊 看起來太囂張了 火車開得很好 很好 其實不只是病人 醫生自己也可能犯這種錯 我一個高中同學 他非常的優秀 他如果那時候一直留下來 他比我應該更少生教授 但是他為什麼那麼快 就離開大醫院 我們都不好意思問 因為有些人是為了 有時候家境 需要多占錢或怎麼樣 或者各種因素都可能 我們不會去問這個事情 有一天過了二十幾年之後 同學會 他突然說當年 突然發現我 就是情緒很低落 很憂鬱 很沮喪 那甚至有時候 我覺得我得憂鬱症 他就覺得說 不然我離開好了 就跑出來開診所 有一天他發現說 去檢查發現 他說我說 當初如果你知道的話 他說當初如果知道的話 我應該會繼續留下來 做學術研究 但是 所以可以想見 我們其實最好的方法 是就醫 因為你其實醫生 你也不是每一科都很懂 那應該還是就醫 就對了 在我們醫院門口 有那個計程車自己在排班 有一個大哥 車隊的大哥 他有一陣子就很困擾 是因為他不知道 很莫名其妙 就臉就會整個都發紅 那司機臉發紅 最常被懷疑就是 所以那醫院常常都有 醫生進進出出 那要來辦一些事情 或是來交通警察來進出 所以他只要看到警察 他就會稍微閃一邊 那警察就 有鬼 你過來 真的沒有喝 所以他都 所以他很困擾 也常被酒測 他被酒測非常習慣 有一次想說 不行他來檢查看看 到底有什麼問題 就來醫院看診 那我就幫他問東問東 看西看 其實見起來都還好 我就說 我檢查起來都還好 然後我一看他的病 一看 今天來就診 那個 你血壓高 他後來再追蹤症指 他就是因為一個長期的血壓高 他每次就是因為血壓高 高到一百七百八 自己都不知道 就臉都這樣紅紅 他就以為說對樣是OK的 當他血壓慢慢控制下來之後 臉的情況就比較沒有那麼紅 就不要被誤會說 淹導人在什麼酒駕 什麼情況這樣 來 第三位 我們洗腎 我們講過腎臟壞掉的治療方式 最常見就是 可是如果遇到那個阿公子 聽得懂台語的 我們會跟他用台語 血液透析的台語怎麼講 腹膜透析 那裡有一個阿公也是八幾歲 因為他沒有做樓管 所以我們會脖子先打一個 那叫雙腔靜脈導管 從那邊暫時洗腎 那洗了一個月之後 他這個還是要樓管做好之後 就把這根拔掉 這個很簡單 在床邊就可以拔了 那我們就把它 那個叫縫線剪掉 然後把它拔出來 那我們拔出來 我們大部分都會說 因為跨入另外一個階段 說恭喜阿公 這一根大概就拔出來了 那這麼簡單 那比如說阿公 我看阿公沒有任何笑容 阿公非常煩惱 阿公說洪醫師 我的腎臟在哪邊 我說腎臟在這裡 我說在那裡 阿公你這支是不是斷在裡面 他覺得說 他覺得說這根怎麼想 都不可能從這裡 通到聖誕車場吧 那我突然恍然大悟 我說阿公不是這 洗腎我們只是給他 放到這家內緊針 或是鎖骨下 我說阿公這根 放在火筋裡面 把你火裡面 留毒洗乾淨而已 不是說要把你洗油漬 那我都說洗油漬 就是放一鍋裡面 把他洗乾淨 對 你不可以定針說 醫藥你就是洗髮 不要給我 因為最近不是換季嗎 所以我上上禮拜 就有進急診 我就 對 氣喘發作 可是我不是那種很嚴重 但是因為當下就是有點 癢會咳嗽 我覺得有點止不住 所以我想說 我還是去急診看一下 因為手上也沒有藥了 然後我去了之後 醫生就問我說 你很久沒有回來復診了 那你現在定期那個 早上噴劑的保養 有沒有在用 我說沒有 他說你為什麼不用 你從小你就有 你為什麼沒有持續在用藥 我說因為我怕胖 我怕會有那個月亮臉 什麼的 結果我上上禮拜 就真的被那個急診醫師罵 他就說 你們這些年輕人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你們講 類固醇你們都覺得 好像會變胖 那個是很高劑量的 他說你們這種只是很低 就是低劑量的類固醇 我說可是每天長期用 我還是會怕 他說你這個每天長期用 劑量都還好 都比你現在來到醫院 你現在打針或是吸藥 他說這個劑量才真的很大 然後我就覺得 我都已經當小護士 這麼一陣子了 我怎麼還會有這種想法 對 很多人這種觀念 前一陣子有朋友講 他叔叔說髒關節痛 以前打過的類固醇 現在可不可以一直打 我說類固醇是好東西 可是有人說 不能再打類固醇 對 我說你不要常打 類固醇本來就是先單 先治療 暫時治療 你不打的時候 他就沒有其他效用了 就不會有那什麼月亮炎 對 所以大家對於類固醇 還是存在很多 我們節目上了那麼久 就好像現在到 吃太多藥會洗腎 打透了類固醇會 身體會不好 對 我曾經也有遇過 也是就是患者對 就是醫生的解釋 還有治療會有些問題的 所以有一次是有一個 爺爺帶他孫子來掛號 因為他說小朋友 在學校跑步結果跌倒 然後腳會痛 然後來掛號 然後看完一直光片說 你這腳斷掉嗎 這要放肚子 這樣 然後阿公就很緊張 他腳斷掉了 然後阿公就緊張到 打電話給他媳婦 他說你怕腳斷掉了 快來便宜 然後後來他媳婦真的就 馬上就衝來醫院了 然後他檢商掛號的櫃台 就問說 問護理師說 我兒子叫什麼什麼名字 他是腳斷掉的 被送過來腳斷掉 然後那個我學妹就想說 不對 剛剛沒有什麼腳斷掉的 年輕人送過來 因為我們一直聽到 他小時候說腳斷掉是以為是 整隻斷掉的 然後結果他說 這腳斷掉的 結果後來才知道說 醫生都會比較直白說 就腳斷掉了 其實他一直光是 對 就骨裂而已 他說這腳斷掉了 不透理 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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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開是再見 那真的是斷 對 有必順 有必順 必順的康子 我有一件很多年以前發生的誤會 記到現在 這個爸爸帶著14歲的女兒來看病 但是他說 那我其實檢查完之後 我覺得說 這看起來真的比較像是 那就建議說回去觀察一下 爸爸又不是很放心 那說 好 那我們來做個 然後15分鐘之後 爸爸進來 女兒進來 然後那個護理人員就把那個 做快速篩檢的 用一張紙墊著 遞到我面前來 然後我就指著這個報告 跟他做解釋 我就說 這看起來真的像是流感 其他的病毒 我也多幫你檢驗了一個 看起來好像沒事 所以這個我開個特效藥給你 回到家觀察個幾天 大概5天的藥物 應該就可以改善了 可是我講話的時候 就覺得爸爸有一點 爸爸就離開 女兒就離開了 下一個病人已經進來 還沒有坐下的時候 爸爸就從旁邊竄進來 他說醫生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可以 這個問一個問題 其實花不了幾秒鐘 可是爸爸就轉身 就跟剛剛那個 不好意思 我有個問題 你先出去一下 其他的病人 他先把他推出去 把門關上 我說 醫生 那個發燒 頭痛 肌肉痠痛 你覺得有懷孕的可能嗎 我說 沒有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會考慮 又不是肚子痛 那你剛剛那個 我後來才發現說 真的是誤會了 我有帶那個照片 是那個示意圖 不是本人 他真的就是兩條線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護理人員 是用那個出診單 因為我們不想碰到那一片 我們用出診單 墊著放到我的桌前 所以爸爸順便看到了 右下角還寫著 那個真的是誤會 第一個 不是所有的兩條線 都是懷孕 我們很多病毒感染 包括腺病毒 包括呼吸道融合病毒 或是流感 都是一條線沒事 兩條線就是病毒感染 那爸爸一看到兩條線 先入為主 就覺得這好像驗孕棒 第二個他剛好出診單 剛好那麼巧 右下角又寫個懷孕中 就這兩個巧合 我就趕快跟爸爸說 沒有 我們這個兩條線 就真的是檢驗病毒而已 你女兒這個很健康 應該沒有懷孕的可能 不要太擔心 我之前是遇過一個 二十幾歲的妙齡女子 然後她就來 她就說醫生 我大便有血怎麼辦 她就說大便有血 那可是我看她生命真相 也很好 臉色也很紅潤 我說所以你大便的血是 一塊一塊的還是一點點 是插屁股還是什麼 她說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插屁股就紅紅的 然後也不是月經來 她說那我要做一些檢查 我說那我們先幫你抽個血看一下 那如果血色素也都還好 搞不好只是一些可能痔瘡 或是肛門有裂開 大便太硬肛門有點裂開 那可能要肛門直診 那只是稍微講過 我沒有跟她說要做 然後結果講完之後 我們就幫她抽血驗血色素 那一個多小時之後 血色素出來 我就跑去病床旁邊解釋 我說你那個血色素還不錯 13點多 所以沒有補血 所以可能也是只是一些痔瘡 或是一些鋼裂 你如果懷疑大腸或直腸有洗肉 那個還要再回去肛門直腸科 或是腸胃內科 要做大腸劑 那我說不是要做肛門直診嗎 然後就開始脫褲子 我說旁邊其實圍簾都還沒有拉起來 我就嚇到 我就趕快把圍簾拉起來 我說你等一下 因為怕會被告性騷了 所以我就趕快逃出布簾 我就跑去外面 我說那個誰誰誰有空 那個要做肛門直診 那護理師就跟我進去 我說戴手套 我們兩個進去布簾之後 兩個人看到都這樣嚇一跳 眼睛都整個眨 然後兩個人在對看 因為他已經把褲子完全脫掉了 然後衣服也拉到這邊 然後整個人就趴在床上一個 攻在床上這樣 他說醫生好了 我們準備好了 他怎麼握手 他講握手 他難道以前被解釋他 我們兩個看到 然後我跟護理師看到之後 我們就說不用這樣子 不用這個姿勢 你稍微測他 可以挖得到肛門就好 然後就整個真的超尷尬 可是我覺得他態度很 很自然 對啊 我一邊做 我一邊臉整個都紅起 你是把他臉紅嗎 門診的時候 有一個六十幾歲的一個 男病人就診 那他是一個 糖尿病的患者 但是他血糖控制可能也沒那麼好 那前陣子就是跌倒的時候 膝蓋以下的這個小腿前側 又幾個地方 擦傷 那一開始是擦傷 但他照顧得不是太好 所以那個傷口一直長不好 過一兩個月 他家人終於受不了 就說 把你這個傷口這麼久不好 要來看 然後就帶到我們診所來 那我們外科醫師 就看他那個傷口 他看了一下 真的是都沒有辦法收口 然後就跟我們護理師說 就是拿捏子來 然後拿那個尖頭捏子 然後就開始夾 然後那個病人就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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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你在幹嘛 我傷口就已經長不起來 你怎麼拿捏子在夾 然後原來他誤會了 這個我們其實 外科醫師會做一件事情 叫做 就是它上面長了一層 黃黃的一層膜 其實都是假的 它那一層都是 跟一些不好的分泌物 看起來好像長了一層皮 可是這一層反而是阻礙物 所以要把它夾掉 那個新長的 甚至到微微有點流血 那有的會生氣 他還把我捏得流血 對 但其實不是 把不好的夾掉 那個皮才擋得上去 那所以有跟阿公解釋以後 他還說 你以前說 我就是要 我這個很小不好 你還把我捏掉 然後後來我們都會 有這個經驗就是 在你一直來之前 我們都會先跟病人講說 那他們就比較不會誤會說 醫生你要幹嘛這樣 他們國外有一件就是用那個 蛆去做青瘡的動作 你知道蛆會把那個腐肉 腐肉給吃掉 那可以吃到 他們就用乾淨的去 然後蓋上去 那整個就把它打開來說 哇 清得很乾淨 而且都不會痛 這是真實的那個醫學 醫學的方法 其實病患看起來好可怕 不一定是老人家 我們之前遇過有一些女生 那個車禍 然後她真的怕痛 所以你叫她說 你要傷口要清乾淨 我們所謂清乾淨 其實就是把髒的組織都清掉 他不是他就是用 稍微用生理沈水抹一下 抹一下 然後就附一層藥膏 然後他那邊就有一些 組織液 髒東西 可可我們之前遇過那個藍 那一塊差不多 有一點多公分了 就整個附在傷口上 然後他一直跟我說 為什麼長出來 新的皮長這樣子 我一看就快要昏掉 我說你這個換藥換多久 換一個禮拜 他這一個禮拜 他的組織液整個一層一層 又一層就這樣子 卡在他的傷口上 一整片 所以真的要請換藥 對啊 這個門診有一個 60歲的一個男生來看診 他一進來我就看到他 手頭這邊有貼包好紗布 然後頭這邊有紗布 這邊有紗布 我就說 你今天是怎麼 怎麼受那麼多傷 是要來我們門診要換藥 他說不是 我剛剛已經在急診換過 我現在下來就診 我說怎麼會 已經剛剛看過急診 為什麼摔成這樣 他說我今天早上頭很暈 你是因為頭暈要來看病 然後結果我因為不小心就跌倒 他說不是 我不是頭暈 我平常不頭暈 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光開鐵門就先撞到鐵門了 鐵門就這邊就先流血 他說後來他起腳要是來醫院的時候 又雷殘 又跌倒 所以你今天早上怎麼會搞成這樣 醫生 我從昨天晚上8點到現在8點 我完全都沒有吃東西 我問你到底為什麼要空腹 來醫院抽血啊 我說你是什麼問題要來醫院抽血 他說醫院抽血不是要空腹嗎 他說是沒有錯 來醫院檢查要抽血 那你不用刻意餓成這樣 結果你看又撞到又雷殘 他就說 因為他最近這幾年 體檢報告都有點血糖問題 他不想回休 那血糖一直高起來 所以家人都跟他說你這個糖尿病 你就一直希望他退休 可是他跟 他覺得這個工廠他有感情 那工廠的廠戶也叫他 一定要來做檢查 他就想說 今天一定要驗到一個 我們8點到今天早上8點到月 完全沒有吃東西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在醫院抽血 有很多血都不用空腹 只有空腹血糖會影響 只有三酸幹藥脂影響 還有尿酸影響一點 有時候我們可以 醫生可以評估你飯後的血糖 評估你隨機的血糖 評估糖化血紅素 甚至連膽固醇 肝 腎 電解質 都沒有影響 尿異也沒有 也不要說刻意 有時候一餓很久 還有連水都不敢喝 都脫水 什麼狀況 人就快 這個都沒有必要 都沒有必要 所以我要跟大家確認說 其實來醫院很多東西 很多重要的都完全不用空腹 你任何情況下 來醫生都能夠評估 對 差點為了健康檢查 命都沒有 我分享這個案例 又是30多年前 這個阿嬤是70多歲 對 所以各位可以想見 如果是現在算的話 她大概110年前的出生的 當時很多女人 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沒有讀過書 那她除了被產婆接生之外 她沒有 一輩子沒有上過婦產科 那當時30多年前 她是有一天 就是跟她 她媳婦發現她講話的時候 怎麼老是在 抓 抓下面 她就跟她說 媽媽 妳是 是不是怎麼 她說很長的 妳怎麼看 帶她來看醫生 她說 一張而已 還有一個東西 還要找一個東西 她說 趕快這裡去看 結果當時 其實30 40年前 台灣的婦產科醫師 因為那時候 婦產科是很累的 生產一堆女醫師 一般照顧小孩 不太喜歡走這一科 所以當年 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30 40年前都這樣 所以當然一帶去 又是一個男的醫師 那結果去看 醫生想說 老大大也不是沒看過 結果問一問說 現在內診了 內診 結果婦理師說 我帶妳進去內診 結果婦理師進去一看 那個器械少了一些 比方說鴨嘴或什麼 捏紙什麼 她說 妳腿疼起來 我稍等就進來 她說跑進去拿東西 醫生想說 今天我是在幹嘛 她說跑進去看一下 不然妳都站在這裡 她就看一下 這個男醫師怎麼這樣子 叫我褲子偷起來 這搞什麼鬼 而且婦理師不在 我就想說 我喜歡就在疼 因為那個醫生說一說 年紀也不小 她說 妳沒有疼我是否要感到 不就說 一定要疼 她說對 來這裡 妳沒有看 沒有看我也知道 不然妳先疼我才疼 她給醫生出個難題 就說 就說 那如果你敢脫 那一到我就可以脫身了 後來 我醫生傻眼了 想說搞什麼鬼 她就一氣之下 就回去坐在那個屏上 她說是怎樣 妳去看看 妳去看看 護理師看 妳還站在這裡 她說沒錯 內診 後來事後 醫生還跟她說 她還叫我脫 因為她一輩子 真的沒有看過婦產科 也要人陪脫 不然她們 陪脫 阿伯桐就會護理師愛脫 婆婆會不會覺得 鄭教授一起脫會發生 我之前覺得有些誤會 真的是對疾病本身不瞭解 我們之前有一個 爸爸帶著一個三歲的孩子 來看發燒 然後看完發燒就說 我說喉嚨紅紅的 我就跟爸爸說 這個發燒兩天三天 可能真的算是基本配備 那妳三天之後有空的話 我要幫妳約一個回診回來 爸爸說 三天後回診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 因為其實發燒是前驅步驟 過幾天咳嗽流鼻水 拉肚子出疹子 哪一個狀況會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回來追蹤一下 爸爸到這裡還可以接受 三天之後 燒退了 小孩子開始鼻塞流鼻水 我就檢查完之後 我就跟爸爸說 爸爸燒退了 這個是好事 但是如果三天之後 他可能會開始咳嗽 那妳就再回來追蹤一下 爸爸其實有一點那個草根性 他爸爸說 陳醫師妳是很缺錢 他就這樣子講 一個感冒 你可以一次處理 我就嚇到了 其實我也覺得說 這個問題問得好 因為其實生病大部分 如果是呼吸道 先發燒告訴妳 我來了 過幾天燒退了 鼻塞鼻水 然後鼻塞鼻水好了之後 通常就是咳嗽 對 而且我還不敢跟爸爸說 脫最久 最難搞的就是咳嗽 但是爸爸就覺得說 妳是不是很缺錢 我就趕快跟爸爸解釋說 爸爸妳想看看 妳如果一開始發燒的時候 我就幫妳加咳嗽藥 幫妳加鼻塞的藥 那種藥妳吃得下去嗎 我總是要隨著狀況改善 來幫妳調整藥物 爸爸才稍微可以接受 可是三天之後她是真的就沒有 因為她比妳更強 民眾去醫院救醫師 就常常搞不懂的狀況 千萬別害怕詢問 醫師都會很願意回答的 了解的透徹檢查治療一次到位 才不會浪費彼此之間的時間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